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他们一开始不认识 但是随着参加节目以后 很多恋宗嘉宾就会上演梦幻联动 成为新朋友 又成为朋友的 还有成为男女朋友的 薛哲阳和钟佩妍就是一对很好的例子 钟佩妍中中是心动的信号三里的女嘉宾 薛哲阳则是心动的信号五里的嘉宾 谁能想到他俩就这样内部消化了 其实当我得知他俩走到一起的消息时 除了惊讶以外 更多的是祝福 不说其他的 单单就看他俩的外形 适配度就挺高的 钟中心发的文案 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恋爱的香甜气息 他这下终于决定和大家坦白他和薛哲阳的恋情 其实早该这样了 虽然这样的官宣文案略显隐晦 但是却也是十分高级的告白方式 从他的隐晦告白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薛哲阳私底下对他如此的细心和体贴 薛哲阳这一次也大方献身在钟中的评论区 和钟中上演小情侣间的甜蜜互动 薛哲阳打趣钟中这次开的试语文课 钟中回应 薛老师可以开摄影课了 一个夸对方的文案写得好 一个夸对方的拍照技术好 钟中这话的意思不就是他的这些照片都是薛哲阳给他拍吗 其实我们从他们的单人照就看得出来 他们各自照片上的背景十分契合 一看就是一起出游 小情侣一起出去玩 薛哲阳给钟中拍照片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他俩终于决定不再藏着掖着了 这样大大方方的秀恩爱确实还挺好磕的 其实钟中和薛哲阳能够走到一起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但是他俩似乎一直很介意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遮遮掩掩的 此前 其实就出现过好几次他俩被网友扒出私下交往深密的细节 但是他们当时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 他们避而不谈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让人理解 可能是想等感情再稳定一点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不过钟中现在已经在回复网友评论过程中多次大方承认了他和薛哲阳在恋爱的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勇敢 能够理解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恋情受到过多人的关注的想法 但是他们作为人气不错的恋宗嘉宾 节目结束后他们也一直在维持自己的网红身份 这样一来 他们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了 一举一动难免受到大家的关注 钟中作为女孩子已经和大家承认了他和薛哲阳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薛哲阳更应该站出来了 大胆站出来勇敢官宣他和钟中的恋爱 可是他目前还迟迟没有行动 许是还在酝酿情绪 许是他们还在找合适的时间告诉我们 薛哲阳本身就是慢吞吞的性格 像官宣这种事情他肯定需要做好心理建设 当然这种嘉宾升级和增设信号小屋的设定 也让恋宗本身的戏剧性更足 嘉宾之间自带情感立场 同宿舍之间天然形成了一种吃瓜和助攻的氛围 女生们会调侃隔壁小屋男生早早过来做早饭的举动 也会亲密盯着女方吃对方送过来的麻辣香锅 男生则会在买冰淇淋的路上默契带走其他人为哥们打造独处空间 从节目设置来讲 心动6考虑到了这种可能 因为在人数升级之外 其还在规则上增设了心动ABM测试和暴灯装置 ABM测试其实就是为每个人贴上恋爱标签 让嘉宾在陌生环境里快速因为标签而对同伴产生好奇 关注 交流亦或是亲近等行为或情绪 暴灯装置则是更进一步表达心意的渠道 回到市场 很多节目选择在青年之仰时向观众告别 如此来看走到第六季的心动的信号其实至关重要 大改版的背后更是蕴藏着一种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但所有的一切仍要交给市场和观众 而我们近代答案 心动6的嘉宾升级 最核心的考量应该是为观众提供更多情感样本 主打总有一款戳中你 节目形至十分之三 也的确诞生了一些新的CP 两男争一女的情感线 因为蕴含了清北之争的元素 迅速带来了首次聚会餐桌过招 大巴修罗长等诸多名场面 也让杨成林和杜海涛各执一词 曾经一句我不想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 你没有让其文CP封神 如今北极兔CP同样因为一句 你是那个北京老乡妈让无数人感慨甜度爆表 而每次范依兰出现王凯支持狗狗的眼神也让她的心思毫不掩饰 不过围绕着两人的还有张经 陈静奇等人同样直白的目光追随 看似有条不紊的情感推进 实则同样暴露了不少问题 一方面 11个人的恋爱修罗场 的确缔造了更多狗血气质的三角 甚至是四角关系 只是也暴露了嘉宾之间火花不足的问题 男嘉宾的目光主要围绕着两位女性 舞蹈老师 双胞胎姐妹基本沦为了背景版 期待一个全员上桌的场面 另一个也是恋宗最大的问题 观众科CP的态度在变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细节是 节目里侯思意为孙靖军一个没有放言的肩蛋感动直呼好吃 弹幕上观众犀利吐槽和许庆白周有异曲同工之妙 许庆白周是今年暑期档颇为出圈的剧集热梗 父母交养的富家女居然在男朋友的白周里第一次觉得有加的感觉 是已成为恋爱脑的代名词 在恋宗里 肩蛋代表的并不是恋爱脑 而是脱离现实 带有一定综艺剧本的速成堂 人工堂 或许曾经会有人买单 但如今观众早已在泛滥的CP中麻木了 当然CP好不好科 对于恋宗来讲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观察室嘉宾 心动六的一大看点 便是奇闻CP粉头杨成林的回归 节目中他基本维持着自己的风格 清醒的恋爱观 理智的发言 超强的分析能力 由网友力赞他每次都和我一个磕点 我的磕糖嘴涕 跟着他磕就对了 严程旭的恋宗初体验 也是撬动很多女性观众入局的关键 他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男主角 年初更是凭借着电视剧夏花再度走红 被网友称为靖江里走出来的操汉男主 四十家型男所诠释的雅匹都士风也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他在节目中确实比较寡言 基本靠杨成林等人的Q才会发言 综艺感大发觉 会跟结底明星嘉宾只能释迦分享 作为素人恋宗 心动六的好看度其实还是交给了素人嘉宾 毕竟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会磕糖的杨成林如果强行喂给观众人公糖金 也就变得不那么讨喜了 这也是目前节目最该警惕的甜蜜陷阱 从00后登上恋宗 到观众不再满足于白粥煎蛋的低幼爱情剧本 心动六的播出其实向市场提了一个性 必须去正视恋宗主体和受众心态的变化 这才是类型题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而每一代人的爱情都该有其独特性 甚至是时代印记 00后整顿职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永远触动人心 就在于他们敢于去打破规则 也微妙戳中了很多老奢出未曾表达的心情 但反观00后的爱情故事却还是老一套的狗血三角恋 高颜值学霸爱情 自然也就让人少了一分心动 甚至没有一群人吃瓜助攻让观众热血沸腾 无论如何 改变在前 恋宗市场也在不断解锁新成就 按照这个节奏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个新的火种 再度点燃市场 只是如今看来可能不会是心动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